这里不是Fan Cup,不是战场 只是我们都喜欢看 TVB 很讨厌 TVB?没问题的 这里不适合你,不要浪费时间 温馨提示,留言注意事项 严禁爆粗,人身攻击,政治上身 找交爱的,麻烦请而欲望去第二个平台 如果你对这个平台有很多疑问 令我网站为你精选几集节目 可能帮到你 其实今集节目,上周已经想做了 但只有一集,不太足够 虽然今次也不算足够 今周终于可以开始玩了 就是飞天爷爷 死来死去无限复活的偏心榜 不过今次是中年偏心榜 中年偏心榜的玩法很简单 每周选出《中年好声音2》 由第一集开播以来 飞天爷爷心目中的十手心水 以参赛者当晚单一的表现为准 纯偏心是没有准则的 大家可以留言分享 你们心目中的十手排名 都可以的,各有所好 今集以头两集《中年好声音2》的作品排名 有兴趣,飞天爷爷每一集的观后感 请重温之前已经发表了的相关节目 我们开始了 第十位,有来自第一集《安娜希》的光亮 很有个性的声音 甚至觉得有小小怪的 就是因为有这些小小怪增加了听他一直唱下去的好奇 到富哥一段的惊慌是很有冲击的 不过这一招是不能重复用太多的 第九位,来自第二集《中围常环》 很温柔的声音 基本上他整个人都很温柔的了 可惜未能发挥到他本人 在YouTube channel,即是自己的channel的水准 略嫌尾音是有小小紧的 第八位,来自第二集《顏米高望月》 正如之前一集所说 忽略了他的必杀,就是低音 依加此打排球 设置到位置很漂亮就被他扣杀了 谁知他轻轻地把球推过网 听得来不够爽了 重听到你是我的眼,其实也有用力的情况 但没有望月那么严重 第七位,陈鱼飞《拒绝再换》 也是来自第二集 老实说,是很另类的风格 因为他的节奏感和投入吸引到我 但略嫌欠了一点点自然 假如可以收回一点点的话 听得会更舒服 第六位,陈红石 《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也是第二集的 富哥的高音真是一流的 很自然,不费吹灰之力 感觉他也挺鲜民的 音乐风格上会不会都比较单一呢? 有待观察吧 第五位,黄永森《地狗天祥》 也是来自第二集的 无惊无险,安全或安全倒 他要一路进吸的话,就要加点心思了 第四位,几快脆 来自第一集的谭拳飞印象 很喜欢他的声底 但同样也是四平八稳 是好听的 但在《中年好声音》 这类选手节目需要的东西 就会更多了 想一路进吸的话 都是那样了 要留意吧 第三位,黄健文《闭目入神》 来自第二集的 唱歌的能力非常高 我相信他的音乐应该有更多的可能性 《中年好声音2》这个舞台 对他的音乐事业必定有更大的帮助 希望他好好利用这个平台 第二位,周文兴《Unchanged Melody》 来自第一集的 很有力量的声音 比赛当晚播出后 朋友传了一张周文兴的唱片照片给我看 原来是出过专辑的 很厉害 第一位,吴来川 最后一封信 是来自第一集 暂时《中年好声音2》两集里面 最喜欢的一首作品演出 各方面都挺适合我心水的 虽然这么说 暂时《中年好声音2》 未有一首真的会令我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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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秒杀 变成粉丝的演出 希望这个比赛 可以将各位参赛者 逼出真功夫 发掘到他们更多 未见到的潮能出来 下个星期 会继续有《中年偏心榜》 加入第三集 就再洗版了 不满意非天爷爷的排名 是不要紧的 因为是不影响赛果的 大家都可以分享你们的心水十大 今次《中年好声音2》 有朋友和非天爷爷分享 觉得比上届多了些 纯粹借《中年好声音2》这个平台 提高个人知名度 帮助自己音乐路上的发展 我也有同感 可能就是 大家看到上一届 就算没有名次 都可以为他们带来知名度 亦都在其他平台上 多了更多演出机会 甚至对自己个人平台来说 都有一定的得益 非天爷爷觉得 问题不会太大 有心在电视发展那些 假如电视台给他机会 相信同样都会珍惜 就算真的是 只是为了参赛提高个人知名度 甚至只是玩过一两年都好 相信对电视台的损失不会太大 很现实的问题 热潮是会减退的 第一届的参赛者 要面对第二届一班的新名字 市场都是贪身忘疚的 一年的蜜月期之后 就要面对更现实的挑战 就算是一般的新人 来到这个年纪 都不会每天都见报 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就算只是想玩过一两年 甚至更短的时间都好 对于电视台节目的推广 吸引度 甚至知名度 话题性什么都好 都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期待《中年好声音2》的第三集播出 有没有哪些还未出场 而大家又很期待他会出场的参赛者 我心目中还有一些 希望快点见到他们 谢谢大家 Hello 假如你喜欢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恨死飞天爷爷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记得按个小钟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万一被飞天爷爷错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没办法够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说的 有 来我另一个channel 是这样的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看到了 记得订阅 对 长官 哪结员 在这边 也是